中阴期间有哪些方法能为王者修复 若以王者延伸之具 这个延伸之具 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 像首诗珠宝一类的 这是延伸之具 物质云林 他的房地产 物质是房产 云林是地产 一世三宝可罢地予之苦 一生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 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 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 这个福能够超越他这个动地予的罪业 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论阴经上所说的 施司说法如恒或杀了 有很多假佛法 假道场 借着佛教的名义 做一些违背佛教会的这些事情 造罪业 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司供养他了 帮助他造罪业 促使他造罪业 那这个多多地予是越多越深 不但不能处理 而且多得更深 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 供养佛像 集住圣像 这个圣像是菩萨像 供养佛菩萨形象 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 是报恩的意思 如同我们中国人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 慎宗归于 凡本报实 这是报恩的意思 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 念念不忘老师 第二个意思 进行私奇 我要学的跟他一样 把佛菩萨形象 常常放在我们眼前 提醒我 我要学的跟他一样 供养佛菩萨 主位特别要知道 绝不是在四项上的供养 主一定要懂得 行事后头是有表伐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 不但我们自己一教奉行 而且这个表伐还能够劝导大众 无法修行 这个功德就大了 所以这声音是从这个地方讲的 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 最前面呢 这个光木女跟婆罗门女做的 那是个好样子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去体会 乃至念佛菩萨 即批之佛名字 这个又是一段 又是一种方法 念佛念菩萨的名号 这比前面更简单 佛菩萨的名号 里面的含义 深光无尽 所以名号功德 不可谁 我们要晓得 名号里面含的意思 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德念出来 佛菩萨 佛的名号 信德的名号 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 信修不二 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念这个名号 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 这叫念观世音菩萨 念地藏佛菩萨名号 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 这是地藏 地藏是孝敬 文书 文书 是智慧 不行 是实行 正干 所以念菩萨的名号 要这样念 那就真有功德 佛的名号 信德 念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仁慈 清净 释迦是仁慈 摩尼是清净 面念 以仁慈的心 对待一切众生 在一切境运当中 不是自己的清净性 这是念 南无本世 释迦牟尼佛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无量觉 觉 就不迷 觉先不动 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夜先成念 念到极出 就得夜先不乱 夜先不动先来 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还会起先动念 那不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心 接触外面境界 不起先不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叫阿弥陀佛 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 那这个临命宗人 一立而根 永违到中 这个功德大了 人虽然死了 他的意识还在 他还会去投胎 我们讲的阿弥陀佛还在 这句叫和文在本事 阿弥陀佛他还在活动 活动他也有波动 我们这个波动 可以跟他的波动 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这个就会加持 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 帮助他 在他的阿弥陀佛里面 种下佛的种子 这个种子 力量的强弱 在我们念的人 我们念的人 明理 念念相应 那这个种子 力量非常强大 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 也或者 恭恭敬敬 念这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力量就比较弱 命中之后 炫熟骨肉 未修银斋 自足也道 未债设境 即银斋之赐 你敢猜业 勿起于地 乃至诸实 未信佛身 勿得现实 那么这是说明 家亲眷属 为这个命中之人 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 各位一定要晓得 他精神之所在 他为什么会得福 都在沉浸 两个字 没有沉浸的心 照这个方法去做 还是得不到 至诚恭敬 没有别的 沉浸心 是信德 沉浸心 是真证恭 所以诸位要晓得 不沉不敬 那是迷惑的想 那是业障 沉浸心 沉浸是植物 沉浸是信德流 沉浸是无路放光 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 举银斋这个例子 沉浸是经营 是营造 就是你在伴斋 那这是我们佛门里面 普通讲的武功 这个中路上宫 这就是营斋 营斋 你要注意到 未斋食尽 以及营斋之词 你在办这些摘菜摘饭的时候 要有恭敬性 米干菜叶 不弃于地 这是敬无 米干是什么 洗米的水 我这个摘饭 是要供债的 供养 祝福 供养贵神 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 我这个摘饭没有完毕的时候 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 都不到地下 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 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 这些啰嗦才处理 所以米干菜叶 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 这是现在 这个办债的人 很少人知道 执着下来不要的菜叶 马上就丢掉了 胡宽干水 耐之注食 未现佛身 我的现实 这现实呢 尝尝味道 在厨房里面 你做菜尝尝味道 那是什么 你吃过之后再供佛 叫大不尽 这个是一般尝尝饭的 不知道 不知不觉 不可以 没有供养佛身 你先吃 你把你吃圣的东西给别人 不要说对佛菩萨 对鬼神 对人也不供敬 或者是不金钱 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 没有诚意 没有恭敬心 办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命中人都不得了 得不到你的帮助 如精勤护尽 我们真诚公敬心来做 如理如法的来办这 如理如法的修行 真的祝福忽念 蒙天尊敬 所以说 精勤护尽 奉献佛身 那么此地这个身 主要祭祷 不是专门指出家人 他是广义的 身是何何重 佛爹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四个人在一起共修 遵守六何尽 这就叫僧众 叫僧团 是命中人 七分回 这个七分的功德 他得一分 如果我们做得不如法 一分都得不到 所以这种沉浸的心 一定要在平素养成 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 对这些修行人 对所有一切正常 都要修 沉浸进 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功德 效力就很大 为亡人修福的方法 很多很多 无甚美举 这个里面 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引 就是沉浸 无论修哪一种福 都要精勤忽敬 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金是纯而不咋了 金是奖 清净不然 所以用钱 要用尽财 确确实实 是自己 应当得点 这个财物 我们不识 才有功德 才有效果 如果是薄异之财 所以扛他人之看 这不行 那这个是不尽 不清净 都不是尽财 你用这种财来修福 我以超度 能使亡人得利益 如果这个亡人 在生前呢 是个念佛的人 是个明白佛法的人 是个念佛人 那么他过世之后 这个诵经 他听了之后 很可能提醒他 念佛往生净土 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 这些超度佛事 是给他做正常员的 唯恐他忘掉 特别来提醒他 那么假如 他在生前 没有接触过佛法 那就很难 完全凭福 他只能够达到 他里面 所以这个利益 大小不相等 经文里面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自己要去思维 为什么 这个超度 他能够得利 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 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 家里面的人 这个眷属就不会 修复 也就不会 得殊胜的利 因为这个缘故 家庭眷属才修复 才礼灿 才诵经 才拜佛 这是王者给家庭眷属 修复的正常员 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他得 七分之一的佛宝 所以 家庭眷属 所修的佛越大 他得的就越多 为亲人临终 伴丧事 邀亲朋好友 聚会杀生吃肉 击败鬼神 是否有效 是否妥当 地藏菩萨 大慈大悲 劝导 严附体众生 在临终之日 要谨慎 决定不能杀生 决定不能遭悦缘 所以人过世 要给他办厚事 要邀请家庭眷属 他的亲朋好友 这个聚会里面 有很多杀生吃肉 击败鬼神 这个都是造语 那么这是我们 随时随处都看到的 我们要想为 亡人祈福 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 我们仔细想想 唯恐这个亡人 在生的时候 杀业造的还不够啊 还要给他听一点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唯恐他堕落的 还不够深呢 再把他往下塞一点 你干这种事情 绝大的错误啊 假使来世 是说这个灵命中的人 已经死了 死了之后 那就是随意来世 或现在生 是这个人还没断气 但是这个人呢 在生呢 是个善人 是个好人 自己啊 没造什么罪业 因为他的家亲眷属 杀身祭祀 拜祭这些鬼神 求助王良 邪神邪道啊 这病重了 病危了 求这些鬼神呢 来帮助啊 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 杀身祭祀 那么这个杀身祭祀 是为这个病人呢 他本来是可以生 善道的 得生 人天中 他生善道 因为家亲眷属 造这些罪业 这个罪业 他要承担 他要到 言乐王良 里面去辩论 所以啊 生善处就耽误了 晚生善处 如果已经断气了 他在言乐王良 还要辩论 在耽误他 这个孙善道的时间 如果没有断气 你看在这病床上的 种种痛苦 他在 他那个神魂在那边 现代人不懂 伴丧事的基本遗规 时常请古乐队 吹着流行歌曲 或者虽请出家人 诵经念佛 家人却嘻哈 闲话家常 如此行为 是否会引起 王者的称恨心 这个事情不要问我 你想想就知道了 如果你死的时候 你去加清学书这样搞 你高不高兴了 这个好像不是一种悼念 这好像是很欢迎 欢喜 死得好爱 死得太好 不就是这种意思吗 哎 这是 这个中国古礼啊 完全都丧失掉了 王者在一周年之内 六月初六是过桥 这个环节是否还要办 怎样办才如理如法 这个事情 玉利宝朝有 福经上也有 依照这个去做就好 确确实实 一年 三年 那么多半是 顺月纪念的性质 这是圣宗归远 明德归后 真正的意思在此地 仪归可以从俗 但是要学到从前 不要太繁杂 不要浪费 能在这儿 多做社会慈善利益众生的好事 把这个好事回向给他就好 父亲过世后 在寺院为他立牌位 并常做善事回向 至今一年多 家人还是常看见 父亲被人追打 请问弟子该怎么做 你给他做善事 回向不能间断 来遇到这种情形 最好替他孝宰 记得孝宰 孝宰就是 把功德回向 他的冤情债主 希望冤情债主 跟他这个过节 解开 化解 这就对了 这个是后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这个做法要专心 专 他才能通 才能感应 你比如说 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 每一天念一部地藏经 专门为他念的 专门为他的冤情债主念的 希望的说 以这个功德 把他的冤结 化解 或者我每一天 念一万圣佛号 专为他 这个效果很有效 如果真的 这个发现 以真诚心债主念 我相信 一个月到三个月 这个就化解 化解之后 会有很好的 物意 你会梦见 你的这个父亲呢 会来感谢你 那个 找麻烦的 人死后四十九天 中阴身是超度 有其作用 但中阴身过后 每年祭拜做功德 去世的人如何获得 地藏菩萨本面经里 说得很清楚 因为四十九天 他未必去偷生 他在中阴身的时候 中阴身呢 每一个七天 有一个变异生素 他受痛苦 所以在这个时候 给他松金超度 减少他的痛苦 他可以得到帮助 如果他要是投身到别道了 每年这个祭祀呢 这里可以有两个意思 不管他在哪一道 这个回向的功德了 他也能够得到一天 但是更重要的意思呢 是培养我们自己 这个德行 慎重归远 很远的我们祖先 我们都不忘他的恩德 对于最近的 这个父母啊 兄弟 比我们永恩贵人 当然根本不会忘掉 啊 所以圣宗归远 明德归后啊 能够得这样的效果 啊 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 林中一念王生 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古大德 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林中一念王生 他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 他行 第一个条件呢 林明中是清清楚楚 不迷惑 这很重要 林中一迷惑 你就不会念父 人家提醒你 你也很难接受 第二个条件 这是关键时候 要遇到善知识提醒 那这将诸念重要 在这个紧急关头之下 能不能遇到这么一个人 那提醒你 赶紧念阿弥陀佛 求生进度 放下万云 跟你说这些话 第三个条件 这人一提醒 你要接受 立刻就能接受 念头马上转过来 不再对这个 苏婆世界有丝毫的贪恋 一心一意 求生进度 念佛往生 那一句话真成功 这三个条件 我们细心想想 一个都没有把握 哪里那么巧 三个条件 在这个时候通通去做 这个世界 不是没有这个人 有这个人 太少太少了 所以我们不能侥幸了 平常要念 平常是 平常练兵 林宗那是打仗 平常念 目的就是希望林宗那一念 不明 不念头 不会忘实 就成功 那么真的 要想走这个路子 最重要的是 我们平常要放在下 什么都要放下 不可以放在心上 身体 在这个世界 一切随缘 随缘 自己 一定要相信 一阴一阻 莫非前提 你要相信 因果报应 命里面有的 决定有 命里面有的 求也求不到 你的心就定了 生前造作杀业 民宗一念十念 能往生吗 需要什么条件 唐朝张善和的例子 大家都很熟悉 张善和是杀牛的 林民宗是 牛头人来讨命 这个是地狱向 现前 他非常恐怖 大神在喊救命 远远好 他的机会也碰得巧 有一个出家人 从他门口经过 天的里面喊救命 这个出家人就进来了 什么事情啊 他就叫他说好多牛头人来问我讨命 这个出家人 晓得了 点了一把香 拿给他 放在他手上 赶快念阿弥陀佛 求生尽 他听到这句话之后 就赶紧就念阿弥陀佛 念了十几声 告诉大家 牛头人不见了 阿弥陀佛能借应我了 他是林宗了 一念十念往生 证明 这个四十八月 第十八月呢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灵命中是 一念十念 都能莫生 张善和 给我们做出榜样 这个榜样 是震掌我们的信心 我们造出极重的罪业 都不怕 只要肯回心转意 灿处业障 所以回头深谙 这个重要 但是千万不能侥幸 哎呀 张善和 林宗室还行呢 我现在都造一件物业 没关系 到林宗室 我学张善和 也能往生 那你要存这个心啊 问题就严重了 你想想看 张善和三个条件之处 你林宗室有没有 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 林宗室不昏沉 头脑清楚 二 诸位同学 在日常生活当中 细细观察 你看哪一个往生的人 这个是 这个病重 病重的人呢 死 快要死的人 他头脑那么清楚 稀有难逢啊 这是第一个 要紧的条件 那么第二呢 在林宗室 是不是能遇到善知识 善知识来提醒你 怕你在这个时候忘掉 人在林宗室都 心里面都记挂着 家禽眷属 记挂着还有事情没做完的 那那就糟了 这样就变成三土六道去了 所以有个善知识提醒你 什么都放下 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神经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有人提醒你 第三个条件呢 这听到提醒 立刻就相信 一点怀疑都没有 就能够一教奉行 你要居足这三个条件 林宗一念十念 是决定我三 造作恶业的人 忏悔念佛 还能往生吗 即使造作无无间罪业 无无间是杀父亲杀母亲 杀阿罗汉处伏身血 破活活身 林宗如果神智清楚 能够忏悔念佛 还是能往生 这个经上有例子 观无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 阿瑟士王 他就是造作 无无间杀害之罪 他在灵命中是忏悔 念佛也往生 释远离佛 释远离佛告诉我们 他往生的品位很高 上品终身 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 也不敢侵蚀他 说不定啊 他往生平位还比我们高 不可以侵蚀 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 到最后林宗 一口气没断 还有救 可以帮助他往生 劝他真正相信 真正忏悔 真正念佛 求愿往生 没有一个不得度 所以禁宗法门不可思议 那么一生造这个小小的物业 或多无趣者 多畜生多无鬼 多小地狱的 这些罪业 你一修这些线的时候 寻集一下处 现在时间很短了 所以这个 我们佛门的功德 不可思议 现前还造业 等临终最后一口气才念佛 能带业往生吗 无量寿经 第十八评里面所讲的 林宗一念深念 笔定得算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可是千万不能够误会 误会什么呢 现在不念佛 不要见 林宗在念吗 确实有不少人 动了这个 投机取巧的心 那么到林宗时 你用于把我念佛 带业往生 诸位一定要清楚 祖师大德们讲得很好 带旧业不带新业 带过去不带现前 你先前还造业 你怎么能往生 当你往生 那一刹那的时候 你的烦恼确实 被这一句佛号控制住 决定不起现行 这个时候跟佛感应道教 佛来接引你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的烦恼还起现行 佛不会现行 佛不现行 你的冤家债主现行 那么在现在 现在人造作物业太多太重 林宗时妖魔鬼怪现行 这很大量 那么现在是 你就明白了 林宗的时候最后一念 烦恼复苏 那不要紧 现在多造一点 还无所谓 到林宗的时候 哎呀 我来保住最后一念 理论上讲 没有 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呢 难了 你能敢保证你 灵命宗时头脑清吗 你能保证你 最后一口气 十念阿弥陀佛吗 那个时候你真放下呢 何以说五逆十恶之人 十念成就 待业往生 净土 居下下凭者 皆得三不退 秦法师开示 临终十念一念 成就待业往生 是根据什么为指南 这个礼仪很深 寺确实有不思议的境界 我们应当深信不疑 林宗像张善和这一类的 甚至于 这个关无量寿经里面 所说的阿弥陀佛 造的无逆十恶之罪 林宗都是十念往生 而且平位还是很高 这种是说的 忏悔往生 他真心忏悔 看忏悔的力量 那忏悔的力量很大 他平位就很高 所以不一定是下下平安生 像是佛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 世王往生的时候 他的平位是上平平生 可见的 这是我们决定不能够 轻视造作物业的人 也许他的善根法现 临终 这个一念往生 他那个功夫 比我们一生修行还要高 这个地确是不能够轻视 那么这个根据呢 就是四十八院里面的地十八院 所以十八院不可思议 十八院是四十八院的核心 真正了不起 这是弥陀本院的价值 所以他才能够成就 一位八十七岁 肝癌末期的老人家 以前从未念佛 灵命中时没有痛苦 神智清醒 大约在灵终前两小时 才开始跟着助念怜友 念阿弥陀佛圣号 念到最后阿弥陀佛的佛字 咽下最后一口气 神态祥和 老人家是否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 他可能往生何处 这个瑞相好 他的缘缝好 最后一念 念的是阿弥陀佛 如果他有心求生极乐世界 就决定得生 毫无疑问 他跟着大家念佛 他没有意思求生极乐世界 那就不能往生了 不能往生 他这种念佛的功德 决定是人天佛 只看他自己的愿望 如果没有往生的念头 而真正有念佛的 这个意愿 虽然阿弥陀佛不想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人多半生天 如果还常常想着 人间的富贵 那就到人道了 决定不会剁三花道 所以这个机缘很难得 这是临终欲言殊胜 如果临终一念 念佛还打妄想 是否就无法往生 一点都不错 这个是关键所在 灵命中是决定不能往生 那有一个往生就错了 尤其灵命中是不能生成回生 所以这个赤重精良 赤重去之 就是帮助灵终的人 有很多规矩 一定要多 就是人在灵终的时候 不可以让他生气 他那个时候 神识离开身体 是非常痛苦的时候 所以你一时碰到他的身体 他感觉到非常痛 那个时候会生成回心 成回心一生起来 就多到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段事情 因为很多人不懂 因为临终的时候 这个嚎啕大哭 难分难舍 都糟糕 都让他不能往生 他产生了 对这个清醒的留念 他就去不了 就把他一生的功夫 都不坏掉 能否往生 决定在最后一念 是否念佛 如何保住最后一念 是念佛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最后一念 是不是念阿弥陀佛 最后一念 念阿弥陀佛 大善了 大善了 大佛报 他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 可是 我们如何能够保住自己 最后一念是念佛 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课题 我们在念佛堂 日夜不间断地念 为什么 训练 练习 希望在灵命中是 用得上 可是 许许多多事实告诉我们 灵命中是生病 昏迷了 人事不行了 那怎么办 这个是最危险的关头 人在这种状况之下 祝念都保不上 所以 不能没有福啊 福是我们平常要修吉 吉德雷公 这是修福 吉德就是存好心 念念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雷公 公就是行好四 说好话 我们今天提倡四好 要很认真 很努力地去做 为众生 不要为自己 有力量 寻心寻力 帮助别人 求什么 什么都不求 只求灵命中是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颠倒 不迷惑 大福报 因为 你很清楚 很明白 设法界 由你自己选择 有能力选择 迷惑颠倒 你就没有能力选择 没有能力选择 一定是 随意 被你的业力签着转 被你的业力签着转 你自己做不了主 那个人没有佛报 在身的时候 想尽荣华富贵 他的佛报想完了 想尽了 临走的时候 没有佛报 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我们一生当中 要学大胜大喜 生活要借鉴 要迫使 我们累积的佛报 临终时候来享受 所谓最后一口气 是指断气的那一刹那 或是神世离开人生的时候 是指断气的那一刹那 气虽然断了 神世没离开 这个一定要懂 那么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 绝大多数的人 断气之后八个小时 他神世在离开 所以这个时候祝念 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最得受用 那么如果是安全一点 最好我们祝念的时间 能够再延长两个小时 要四个小时 我们给他念到 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或者十四个小时 那就非常安全 临终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即可往生西方 指的是临终最后一口气 还是神世离开身体的 最后一念 神世离开身体最后一念 这个才是真的 当然 最后一口气也必定是 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 无论怎么念佛 妄想还是有 这样下去 到灵命中时 有人注念 能提起佛号 是否能往生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自己的心下 念佛 依旧由妄念起来 这是正常的心下 如果念佛 妄念都没有了 你不是凡夫 你是佛菩萨再来的 反复决定走到 所以不要害怕 妄念呢 尽管起佛了老是念 不碍死 只照顾佛号 不要照顾妄念就好 不要去想妄念 妄念多不要紧 只要你不照顾它 妄念自自然然就少了 功夫慢慢就会得利 一般人念佛 功夫不得利 就是妄念放不下 常常想我妄念这么多 越想越多 越照顾越多 你的妄念怎么能断掉 根本不理会 那个妄念就会越来越少 功夫自然得利 这很重要的 知老神决定得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怎样印证是否往生 据有关注念的书提到 断气后十二个小时 摸到头顶有热 只生西方 请解释 头顶热 是说什么 是说这个人 走的时候啊 他的神识 我们一般人家灵魂 从哪里出去 从什么地方出去 从顶 从头顶 这是最殊胜 往生 是从头顶 身体 也从头顶 那个天的佛宝非常大了 他从头顶 那往下呢 这个六道的时候呢 就越来越低了 要从脚板心呢 那都从低 从膝盖的时候 用轨道 这是一般人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 可是 最好不要去摸到 为什么呢 神识没有离开的时候 你摸到他会痛苦啊 他身诚会先过 他难过 我们看到这个往生的人 给他祝念之后 他的容貌 这个颜色 统统能够转变 相貌变得很慈祥 这个颜色变得红韵 就像睡觉 不像是 没有想看到变容 都是好笑 肯定啊 是人天佛宝 以上 我们从这儿 我们从这儿去 心情很难 至于是不是 真的往生了 要看他平常的公横 跟他走的 这个瑞相相不相应 这个是 很明显的 至于火化之后 还留下势力 都不一定证明他往生 这个要懂得 那么最口靠的呢 他在灵命中的时候 他会告诉旁边的人 佛来接引我了 这是决定往生 你什么都不要碰他 那是真正肯定往生 那么有更好的人说 他在几天前 他就知道 三天之后 佛来接引我 一个星期之后 佛来接引我 是缺点往生 往生的条件 一心一意 希望到基督世界 希望清静啊 透过 这个世界 一切一切 统统放下了 不再挂在心上了 这个人肯定往生 又想往生 真有点放不下 那就靠不住 使用 就是要使用干净啊 我们这几年提倡说 纯净纯善 纯净纯善的生活 样样随便 绝不盼于 我心里想怎样怎样 也太样了 虽然什么都好 没有医院不好 万万细细 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只有阿弥陀佛 只有西方世界 一阵高年 那经历的很熟 常常想观想 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 如果不能观想 只念阿弥陀佛 只想阿弥陀佛 就好 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哪有过往生道理 这就万书万人去 怎样知道临终人 确定往生 最确切的 是这个人 他自己说出来 阿弥陀佛来了 西方三生来了 来接我了 我现在跟他去了 跟大家告别 那是一点都不强 那是真正的 这是业障消了 走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点痛苦都没有 那么还有一种 走的时候 神智非常清楚 身体虚弱 说不出话来 大家跟他念佛祖念 他笑容 欢喜的样子 您走的时候 他嘴巴也在动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以为他是跟我们一起念佛 实际上呢 他是在说 他看到佛了 佛来接引他了 他跟佛去了 但是他说话没有声音 这里要仔细观察 能够判断 他是不是真的 总而言之 走的时候 欢喜 非常安详 自在 就在走的那一刹那 如果临走的时候 这个相貌很悲气 很痛苦 那就很难讲 在一般来说的时候 这不可能 平常念阿弥陀佛 临终时 如果出现别的佛来接引 是否应跟他们走 比如我们念阿弥陀佛 一定是佛来接引 临终时 忽然是释迦牟尼佛来接引 要死佛来接引 这个不对劲 这个要知道说 决定不是真的 那么如果看到这个情形来怎么样呢 不理会就好了 根本不理他 一会儿这个相就没有了 一定要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了 认不认得 认得 决定认识 所以临终的时候 你看我们 这个送往生的时候 往生上 阿弥陀佛来了 真的 一点不想 所以 在祝念的时候 最要紧的 就是注意这种事情 决定不能让这个往生的人 有杂念 有幻想 无论他见到什么境界 听到什么阴神 夜开都不理会 他如果说见到 见到地藏菩萨了 见到药师佛了 都要提醒他 不理 夜开不理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接人 才能跟他去 不是阿弥陀佛 夜开不理会 因为妖魔鬼怪 会变其他佛菩萨来有 这个护法神 他不干涉 你要是 变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来骗他 护法神干涉 那为什么呢 这是本尊 你搞变迁其他的 那是冒牌 冒牌不是本尊 这个护法神可以原谅 你若变本尊的时候 护法神干涉 他不敢变 许许多多念佛人 念一辈子佛 到最后 在关键的时刻 永远 又出了差错 那是真可惜 那么这些都是魔镜 都是魔障 都是自己 业力变现的虚幻境界 在这个时候 只有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西方三圣 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那是相应的 那是正义 阿弥陀佛没有固定的像 临终时 出现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或是冤亲债主化现的 该怎么区别 特别在临终时 不是十分清楚的状况下 该怎么办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你大可以放心 临终时 佛现的像 你决定认识 你决定不会把它认错 而且念佛的人 乃至于学佛的人 临终时 佛这个现的像 是本尊 就不错 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了 这个像决定不错 如果是妖魔鬼怪 冤亲戴主 变现佛像来骗我们 在佛法里头 跟释法一样 也有个规矩 不可以变本真 你变本真 互发神 不会绕过头 等于说 你不能够冒牌 那么你灵命中 你是一心 求阿弥陀佛 他现的像是 释迦牟尼佛 这个互发神 不会干涉 我说他不是本真 那你要跟释迦牟尼佛去了 那你自己错 所以灵命中时 我们念佛人 如果不使阿弥陀佛来接引 任何佛菩萨现前 都不理会 就没事 阿弥陀佛 接引往生者 先放光 往生者 蒙佛光铸造 功夫由成片 提升到 一心不乱 而阿弥陀佛 像好庄严 无等论 见阿弥陀佛 何愁不开悟 但何以有人 见到阿弥陀佛 害怕不敢去 何以见到阿弥陀佛 没有得到利益 在这种情形之下 大概有两个状况 一个了 他贪念这个世纪 我们一般人讲的 贪神怕死 听到往生极乐世界 这要死了 这还得了吗 所以临命宗时 产生的恐惧 这种情形 非常普遍 所以念佛的人 第一 要不怕死 你说的这个话是真的 我在这个故区 初出家的时候 就遇到过 我在台北元山 林祭寺出家 林祭寺有个念佛会 副会长 领导其居士 经常使领导大众 念佛共修 他对于仪规很熟 他当为诺 林祭寺时 就像你说的这个状况一样 恐惧 害怕 别人帮他祝念 他反对 不许人帮他祝念 把祝念的同修都赶走 会产生这个现象 平常 天天口里头求生净土 到临命宗时 产生恐惧 这是有的 这个是一种 这是业障先前 佛来借淫的机会 错过了 另外一种 是修学祈祷法门 看到阿弥陀佛 这阿弥陀佛不是真的阿弥陀佛 母是现的 见佛了 都非常慈祥 见母才有恐惧 母没有慈悲心 见母有恐惧 往生后 有很好的瑞相 能不能断定往生 不见得 他的瑞相当中 只有他自己说 阿弥陀佛来了 我看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接引我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往生 如果在祝念这个期间当中 他从来没有受过 佛来 看见佛了 看见观音菩萨了 那就很难讲 但是 绝定不躲上我道 所以他来生 他想听 人天佛报 还是有瑞相 凡事如好相 就绝定不躲我道 躲我道的相 不好 住念中 有人见到王者 坐上莲花往生 这样能证明 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吗 可以点说 如果见到佛来接引 当然最好 是往生的人 还没有断气之前 告诉身边这些人 佛来接引我了 那是百分之百往生 那个一点都不错 他没有说这个话 看到这个密相 也可能是往生 他想告诉你 他已经断气了 想告诉你 后来接引他 他可以断气了 或者是 他没有这个体力 有这个情形 一位同修身体不好 多病 得欲佛法后 心闻持民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并重住院 临终前 坚持要回家念佛 求生极乐 请止治疗 一心念佛 并有几位同修帮忙助念 他本人一直念到昏迷前 助念一直持续 昏迷八小时才命中 十二个小时后 沐浴更衣 身体柔软 命中二十小时 送太平间 继续祝念 三天三夜后火化 火化次日凌晨两点多钟 家人突然醒来 发现屋子内外 浮动黄光 持续二十多秒钟才消失 出现此黄光 能否认为 他已经蒙佛接引 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瑞相 那么他念佛有坚定的信心 决定得生极乐 这是净土经论 无量寿经四十八月里面 都给我们说的 人能不能往生 是最后一念 最后这一念 是求生净土 就决定得生 所以您命中是助念 非常重要 帮助他 提醒他 不要让他昏迷 不要让他这个念头转动 这是无量无边的功能 送一个人往生 就是帮助一个人做福 功德很大 所以他这个瑞相非常之好 全身柔软 证明他走得非常安详 没有痛苦 没有恐惧 人在临终的时候 可怕贪生怕死 他这个身体僵硬 如果走得很自在 一点恐惧没有 他的身体是柔软的 就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判断得出来 最近一个月 连续有两位同修 在断气前 见到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等 便说自己已修成功 心不颠倒 已不贪恋 但现在病苦 断气后 助念十小时 脸色安详 周身柔软 头顶温热 能确定 一定往生西方吗 如果这些瑞相 是真实 就可以确定 这个确定呢 在他自己 自己说明 他临终的时候 见佛 他跟佛走 这个就是确定 如果他没有说到 他见佛 见菩萨 那么有这些 柔软 顶头 发热 这些位相 不一定是瓦斯 因为身体 有这个限制 可以说的是 这些 这个 这个 足了之后 夜深柔软 他离开的时候 没有恐怖 很安详 决定 不躲下 我 这个可以肯定 请问以下的念佛方式 能否往生净土 念佛处于昏沉状态 但心记佛陀 心中能随念佛机 清晰莫念佛号 你说的这个话 有问题 为什么呢 如果昏沉状态 你的心就迷惑了 你怎么能心记彌陀 你怎么能够随着佛号念佛 能随佛号念佛 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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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还有佛 你的心没有昏沉 你的心里清清楚楚 没明白 这个能往生 只亏说什么 你身体气息很微弱 很衰弱 头脑很清楚 真的昏沉了 头脑不清楚了 疑惑了 像是 冰宗的时候 你的家人 你都不认识 那叫昏沉 心里面呢 还是烦恼心情 纵然有人祝念 你也听不清 那 那才叫昏沉 所以昏沉 不能往生 摄粒是什么 人死后 烧出摄粒子 是否证明 其往生极乐 如何方能辨别 往生与否 摄粒 是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叫金固子 这是一种感应 多半 与定功 有关系 在念佛人场 与亲近心 有关系 心欲亲近 定力欲深 这个摄粒 就借得越好 也越多 与往生 没有关系 这个烧出摄粒 不能证明 他是往生 往生 证明 那是最靠得住的证明 是往生的时候 他自己讲 佛来借赢我了 这是真往生 这个其他的 别人看的时候 都靠不住 一定是他自己 说出来 他见到佛 见到西方三身 这个来借鉴 这个是很复告 还要看他 夜深的行音 他平常 修行的功夫 如果与这个相应 那肯定是往生 有设立 跟这个 现在流的肉身 实在讲 这个末法时期 怪事太多了 什么怪事呢 仿貌 实力都有仿貌 你肉身也有仿貌 假的 不是真的 那实力 你看得很漂亮 你手用力压压破了 那就不是真的 真的呀 铁锤都敲不碎 那才是真的 现在我们看到 实力很多 都没有经过试验 一试验呢 假的太多了 真的喜欢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无来扰乱呢 你们不是喜欢这个吗 我就在这个机会 变个把戏 搞这么多东西 来给你看看 来迷惑你 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 要很理性地看待 不必感情有事 实力是在讲 有没有 没有关系 有很多修行人 不愿意留实力 也不愿意留身 给人家做纪念 麻烦的 都是 人断气后 送殡仪馆冰洞 后经祝念团 祝念一日一夜 火化有六十多颗设立子 为什么往生的人 从未接触佛法 也能这么殊胜 这个 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真的 那就是 虽然他这一生 没有接触佛法 过去生中 在净土修行的 底子很厚 你想我们前面讲 这个韩国这个人 就金山日 那是过去生中 修的基础很深厚 所以他这一生当中 他能读到灵 往昔的阴神 遇到这个愿 这不愿意的 一生没有遇到佛法 不知道念佛 临终书 嘉庆请这些念佛人 来帮他作念 这个语言成书 这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种 那是假的 那个设例 不是真的 是假的 那个假的时候 可以失业 你把他设例拿来看看 如果跟他手上 一捏就碎了 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铁锤都敲过来 你看这个 我们谈虚发丝 在香港 网三点 那个时候外国人 看到很稀奇 拿他的设例 来做实验 把铁锤敲 果然敲不烂 敲的时候 铁锤里面 挖进去了 设例子坚固 这个外国人相信了 佛 所以这个是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不要用铁锤 用力按一下 他就 就 就 就碎了 人死后 两三个小时 全身就会僵硬 可是念佛人 死后多天 身体为何 还能保持柔软 人死后 人死后 通常 这一段期 免三个小时 他全身就僵硬 可是念佛的人 真正有修养的人 他死了之后 甚至于 七天 二期 十四天 他的身体 还是柔软的 这什么原因 其实 这个道理 很浅显 人在临终的时候 恐怖 我们常讲 贪神 怕死 这一害怕 一恐怖 全身僵硬 就这么了 就凡是 走了之后 全身柔软的 他走得很安详 他走得很自在 他一点恐怖都有 那么换一句话说 没有恐怖的人 不会躲上我岛 所以 灵命中是 一慌乱 一惊吓 麻烦就大了 这个时候 真的 六道里面 你要往哪一道去 关键的时候 那么也有 这种情形 我们都曾经遇到过 这个 王者 几个小时之后 真的 身体已经加硬了 这个 面相 很苦 很痛苦